我們接下來要關注一下YouTube 我們因為用收訊請大部分我們都找什麼 都是文字性的或圖片資料比較多嘛 那影片的怎麼辦 請問你平常在看一些這種所謂的影音頻道嗎 對岸的也很多嘛 對不對 那麼 以我自己來講很多的教學的資料也會來自這上面 因為有些人會像我一樣比如說會有錄影 那或者做一些教學或者甚至一些應用的 比如說像我們視覺傳達那我會需要找一些 就是有廣告應用的一些範例 那我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那麼 你在找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找比較好 對啊因為你用關鍵字直接找是一種方式對不對 可是很多時候 我們要做資訊的整理 通常 有時候你一打關鍵字 哇那個太多了根本就找不完 那或者說根本 以前有看過可是你已經忘記在哪裡了 所以呢其實 你可以在YouTube的部分建立自己的頻道 那建立自己的頻道呢不見得一定要公開 你可以是私人的 可以是私人的 那以我自己來講我的頻道我有分 比如說你現在看 我的頻道有公開的 也有我自己比如說整理教材的時候 我自己做的 你看我們在這個 播放清單裡面 影片管理員 好 你看我們的播放清單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公開的 有沒有上一週的 有沒有鎖起來的 因為這個我覺得我自己個人參考用的 對不對 好所以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你可以建立自己的頻道 建立自己的頻道 那你 今天如果說你看我們在這邊我們介紹幾個 有沒有 你也可以訂閱別人的 這個網站我覺得很不錯他常常在更新 或者他的內容就是我喜歡的 那我就 來把他訂閱起來 那 你一週 正常來講 一週也會收到一個 他的Total 就是 你有訂閱的有沒有更新 或者他有 發現說你搜尋的 就是習慣之後 有一些你比較喜歡關鍵字他也會推薦給你 那這樣你就可以找到更多 可以找到更多 那所以 你的頻道要怎麼去訂閱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我們去找找 比如像我常找這個 好假設我找Smile好了 好 找到了 這裡有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 我們就點進來 你在這邊是不是有個訂閱 你就可以把他訂起來 好把他訂起來 那麼 其實呢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 喜歡 這個 我不常用 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你看 新增有沒有 新增這個就是訂到你自己的清單裡面去 等於說你在這邊 現在要來 等於你在這邊去做什麼 好 是不是跟我們剛剛那個RSS閱讀器的訂閱一樣 幫他做分類 你看我有沒有做分類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清單 就那個清單 所以如果萬一這裡沒有 你要的 你可以怎麼樣 建立一個新的 這樣我就可以平常有看到就收集起來 是不是就歸納整理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很多種方法 直接訂閱就是他會主動推播給你 那如果你是收集在下面就是平常自己好像我的最愛一樣 去找 這樣是不是以後你要的東西 素材就越來越多 當你的資料庫越來越龐大 以後你要找東西 是不是相對就比較簡單 還是比較難 要簡單一定要做好分類 雕籤要下好 要下好 那這樣就會比較容易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你看如果你用的是喜歡也好 或者是你有看過的 你可以回到這邊 你看我們可以回到 這個地方來 你回到你的那個首頁 瀏覽 我們自己的首頁 頻道管理員裡面你看 播放清單 以外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紀錄 紀錄是紀錄什麼 你看過的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 那個影片 你看過 可是怎麼樣 忘記了 突然找不到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回去查查你的紀錄裡面有沒有 沒有 那有紀錄不見得是 那個是看過的 那搜尋是另外的 比如說我找過這關鍵字 我找到那個 那段影片 對不對 那 他可以告訴你 什麼時候 那 還有一個是什麼 稍後觀看 對不對 你看最近那個 最紅的 真紅 那個叫什麼 真環 賺 有看嗎 如果你沒空看 點到那一則之後 稍後再看 那當然你有加入我最愛 或喜歡的 他都有列在這邊 只是平常我不會特別就是用喜歡的 因為 如果這樣的話 喜歡很多 到最後還是跟我的最愛一樣 一堆 你還是找不到 所以說除非真的是 比較特殊的 我才把它弄進來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嗎 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就比較容易 那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如果你想要自己 去分享資訊 可不可以 分享影片 可以啊 你可以上傳 你可以自己上傳 或者你自己做的 我不要公開 也OK啊 反正不公開別人就看不到 好那 你可以傳上來 那麼 你有想過你的錄的影片 長度可以多長嗎 他這個政策 從以前到現在有一直 在做修正 早期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 電視劇很多 偶像劇啊 什麼 一播完馬上就上去了 所以後來有改變 變成15分鐘 但是有些人的 自創的內容 會超過15分鐘啊 對不對 所以他以前 一段時間就是 表現良好的 他 不定期 會 幫你開放 超過15分鐘 像我以前就是 有 有超過15分鐘 那 但是呢 如果你被檢舉 就是你的內容有沒有 就是有可能有侵權的啊 我就被檢舉過嘛 所以我就被降為15分鐘以內 那再經過一段時間 表現良好 又變得好學生 但是現在他政策又變了 你只要通過 YouTube的手機驗證 就可以 上傳超過15分鐘 所以如果說 你想要跟朋友分享 那你不希望開放出去 你用私人的沒關係 你就可以放在上面 那你把朋友的那個信箱加進來 那他就可以看這段影片 好那你當然不要的時候就可以把它 刪掉 這樣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那當然 如果你有 想要用這個方式來經營你自己的頻道的話 也可以怎麼樣呢 做盈利 請問你在看YouTube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一些廣告啊 廣告分兩種喔 一種 是很擾人的 就是在前面要看前沿 一種是在下面的 會出現小廣告橫幅的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上傳了之後 你看到 我的 都可以賺錢的 也沒有money的 這就是你可以設定你可以是盈利用的 好那你可以自己決定說你自己的影片 這個影片 他的廣告位置在哪裡 你是要只有在下面還是有那種片頭的 不過我覺得片頭真的比較少人所以我就不用那種方式 所以我的廣告如果看我影片我廣告就是出現在下面 好那這樣你可以有機會啊 但是我目前沒有賺到任何錢 不過這不是最重要的反正他有這樣的 功能就對了如果你是有心經營這一塊 那你可以那如果沒有當作自己的資料庫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在YouTube的部分 建議各位可以稍微看看剛剛幾個 幾個功能有沒有 你看獲利的方式 那你有 就是 搜尋的那些紀錄都可以找到 來